大家好 我是Harry 一個很喜歡煮食的貓伯 今天和大家分享冬菇馬蹄蒸肉餅 如果你都喜歡這道這麼好吃的菜 歡迎在評論中告訴我 也歡迎分享你最喜歡的配料 或者調味方式 讓我們一起探索不同的風味組合 我很期待讀到你的留言 並且和你互動 在下面的評論欄中和我分享你的想法 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點擊下面的訂閱 就不會錯過更多精彩的更新 馬蹄皮刨乾淨 然後再沖洗乾淨 放在鼻翁 冬菇提前浸水 需要浸2-3個小時 冬菇提前浸水 浸軟後沖洗乾淨 拿乾水分放在鼻翁 沖洗乾淨 放在鼻翁 放在鼻翁 煤頭肉 選擇略為有肥肉 下面我會說選擇的理由 豬肉洗乾淨之後用廚房紙吸乾水分 清洗乾淨所有材料我們就開始剁 先剁冬菇 剁啊剁啊剁啊剁 剁好之後放三分一茶匙的糖 兩茶匙的油 攪拌均勻 剁馬蹄又是剁啊剁啊剁啊剁 剁好之後一起和冬菇放在一起 煲一煲熱水水滾了之後就把它們上鍋裡蒸它 中火蒸十分鐘 蒸好之後就拿出來放涼它 然後輪到剁蔥菜了 剁肉餅這道菜一定要有河塘蔥菜 又叫大頭菜 爽而不硬 脆而不韌 鹹中又帶甜 是蒸肉餅這道菜裡面的靈魂 最後就是剁豬肉 現在很多家庭都比較忙碌 上班就沒有時間慢慢剁 周末休息又累又不想剁 所以大家如果想做這道菜的時候 又覺得剁一些食材就很麻煩 也可以用攪肉器 除了口感會有少少不同 味道上區別並不大 只要記得所有食材都不要打得太細膩 留下有少少粗粗的顆粒感 又是剁一下剁一下剁 剁好的豬肉裡面加一湯匙的油 一茶匙魚露 甜豉油兩茶匙 糖一茶匙 一湯匙馬鈴薯粉 攪拌 放入攪冷的馬蹄和冬菇水 加入蔥菜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用手掌搓一會兒再搭幾次 這樣可以出更多的膠 有肥肉的梅頭才可以打出膠 不然口感黯然失色 搓過搭過的肉餅 細膩又彈牙 而且一會兒蒸的時候都不容易蒸散 把肉餅放入一個深一點的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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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嗎 好 蛋芽有多汁 香气四日 是不是你记忆中的味道呢?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订阅 分享和赞 记得按旁边的铃铃 没错过新片出街 非常感谢 祝各位身体健康